水源取得不易 天气的变化以外 飞机的基建上的一个安全的考量 森林火灾 对我们来讲 整个机队也好 飞行员的压力 是应该是最大的 工营总队 到林区去要执行灭火的时候 因为找不到适合的场地 可以去落地 那所以说我那时候想要 建制这种机枪人员 几个工人就是说 开辟起降点为第一优先 第二个开辟防火象 在107年之后 我们黑鹰进来以后 那就搭配林务局 建制好很大的一个水囊 可能是固定式的水囊 然后我们去帮它灌水 把它水储存在那边 当需要用到的时候 它就直接可以控制 疫情还没起来的时候 我们每一天 大概在山林上 做休闲活动的 大概有五千人 现在最少每天 有一万五千人在山上 都要掉出来跑 希望这些国人都能够 特别是小心留意 好好保护这块土地 保护这个 我们的山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